我們想要來請教學長一下 常常大家尿尿的時候 突然看到說怎麼有一點紅紅的 擔心自己是血尿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辦? 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先釐清 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血尿 有時候病人前天晚上吃了一點火龍果 食物有色素的話 小便出來也都是紅色的 那時候我們只要驗個小便 其實就可以做一下區隔了 那血尿其實常見的原因 不外乎是幾種 第一個就是尿入感染 第二個就是結石 當然還有一類的病人是因為撞到受到外傷 然後造成了一些泌尿系統出血 這個其實我們都要釐清 當然還有一個我們最要小心的 就是泌尿系統的惡性腫瘤 腫瘤其實也是造成血尿一個很常見 而且這種血尿是無痛性的血尿 有時候有一些年紀大的病人 他眼睛視力不是很好 或是說他覺得說 我就沒有歐白來 看你有花 應該是含含的就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故意會去忽略他 反而就容易忽略 對無痛性的血尿 接下來會怎麼辦呢? 如果是尿入感染的話很簡單 我們可以建議病人多喝水 然後給一些口服抗生素 然後如果沒有發燒的話 原則上這個尿入感染 大概三到五天的時間就可以好了 所以血尿就不見了 但是如果有合併血尿 又有合併蛋白尿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稍微再謹慎一點 可能是腎臟有什麼問題 甚至需要轉給腎臟科醫師 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如果血尿是結實造成的 通常會不舒服 會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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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會痛到想要 病人在地上打滾說 據說結實的痛 是跟女孩子生長的痛的那種程度 是不相向下的 這是誇示法 我覺得 這是只有男生才會講的事情 病人說的 病人說的 Anyway 就是如果是血尿是結實的痛 臨床上會很清楚 當然有時候 石頭是在膀胱 那時候是血尿沒有錯 但是那時候 有時候會影響到 病人的小便 那尿不出來 被石頭卡住了 那這其實都可以 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比方說照X光 這樣子 或做個超音波 去找到石頭的位置在那裡 但還有一類的血尿 就是說 檢查做了以後 血尿還找不到什麼原因 但是血尿就是很明顯 甚至說有血塊的產生 這時候我們可能就建議病人 在做進一步的檢查 像是膀胱鏡的檢查 對膀胱鏡的檢查 那甚至說有時候我們需要打個顯影劑 造個靜脈勝於攝影 看看說到底整個泌尿系統哪邊出了問題 那我們最擔心的其實就是說 是不是有泌尿系統的惡性腫瘤 所以你要有警覺說 血尿是不對了 要趕快就醫 這時候醫師會幫他找到原因 趕快治療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注意到自己的尿 尿裡面有一些 不管是粉紅色 血紅色的 甚至是血塊 不管他痛或者是不痛 一定要趕快到泌尿科 就診